老师们 同学们 早上好 挺高兴啊 今天我们请来为专家 所以我们首先 热烈欢迎我们中文博士教授 因为中教授来自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斯大学 中教授致力于推动翻译学 以及教学的创新 首创了2.0课程 它有后功能方案翻译法和教学法 还有核心翻译 在翻译效果研究 符号学习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也处于领先水平 它在以上领域的贪数和新闻 曾以任务的形式 在国际合计期刊 它在任务上大概有六十多篇 其实中文博士已经在中外的 进白手大学做个讲座 因为它有以上方面的建树 使它能够了2009年的澳大利亚 国家教学创新奖 还有2010年的最佳学术贡献奖 今天中文博士给我们讲的题目是 这个《训汉记》 不是大家看什么呀 《训汉记》 绝望祖父的字幕 及配音之形成分析 极其请答 下面有请中教授 大家给我这个光荣的机会 我非常荣幸 我先去到很多地方讲座 我发现很多同学会用相机来拍 欢迎点 如果要用手机拍可以 但是我提供更多的方面 就是我把这个放在您的桌面上 那你就不用拍了 如果有朋友感兴趣 就直接 这个来 谢谢大家鼓励 让我的信心多了一点 另外 我们今天呢 等一下 会有一个 简短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一下 绝望祖父的一个小片段 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片段 另外一个就是 相信很多在座的朋友 已经拿到了一篇文档 上面是这次的讲座 也是我们讲座的内容 这是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个实力 也是取自于这个电视视频里头的一段台词 如果你拿到了这个文本的话 希望你已经把它尝试翻译成了汉语 如果没有的话 等一下大家快速的浏览一遍 想一想 现在让我来翻译 我会怎么样翻它 再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PVT 还有 对 我们再回到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已经放到了桌面上 感兴趣的朋友 等一下可以直接来拷贝一份 这个是我为今天讲座准备的PVT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讲的东西都在这里 实际上最有效的 帮助最大的讲座 是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我这里提供的是个框架 你们如果任何时候觉得 我对其中的某个环节 或者某个方向感兴趣 那给我一些提示 或者一些问题 任何时候只要你敢举手问问题 我就会中断来探讨你的问题 希望被你引导的 讲的东西对你更加有帮助 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逊汉记》是一个视频作品 也是在中国播放过的一个美剧 它的其中的片段 我讲这个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 我今天只用其中的一个 那这三个角度呢 你们看什么对你更加重要 第一个 翻译分析和翻译评估 或者翻译讨论 就纯粹翻译讨论方面 如果感兴趣我就多讲一讲这个 第二个角度就是思路 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去操作一些项目 我们去怎么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包括完成翻译 包括翻译的思路 如果有人感兴趣给我一些指点 给我一些信号 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的这个讲座 第三个方向 是研究法 那老师在这里分享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是基于一个我的研究项目 那可能会有朋友或者学生 会感兴趣 您这个项目怎么操作 现在大学都是要发展成一个研究型大学 怎么去研究 怎么去做学术 怎么把一个研究项目 从头到尾做出来 怎么建立一个研究的视角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怎么组织它的数据 怎么把它给弄出来 那么从研究的角度去讲这件事 也可以 所以呢 在我开始讲下去以后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引导我 去把这个给朝你的方向去发展 受到谁的启发 沙士迪亚 沙士迪亚 沙士迪亚有一个什么作品 一个什么作品 Tain in the School 翻译成中文就叫寻判技是吗 所以实际上我在做学术时我也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启发我 这是一个美国的电视剧叫做Desperate Housewives 那我就在想 我们去处理这个电视剧 比方说央视把它给弄进来 把它翻译成中文 把它播放出来 而且这个事发生在2005 2006年的事 他就要面临一些挑战 他怎么去克服这个挑战 面对这个挑战 处理这个挑战 那就要采取很多策略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Tain in的一个过程 就像沙士迪亚说要Tain in the Truth 一样 央视他要去Tain in the Desperate Housewives 一个美国的剧拿到中国来播放 怎么去做这件事 所以实际上把一个题目你能想通了 你的项目就做出了很大的程度 一个实际上你就把你的思路给鉴别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些东西 以及我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些初步的效果 第一点 对这个作品进行分析和批评 对它的翻译进行批评和分析 同时也对我们翻译的方法 我们翻译的常规进行一些反词 来到中国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在推行一些项目 叫做对外翻译外宣 或者对外推广这个中国文化 那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方法是否得到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说到方法 我们倾向于说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但我今天要换个路子来说 最好的方法很可能是没有方法或者其他的方法 这就是道家所谓的法无定法 什么叫法无定法 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方法 应该有各种方法 我们每做一个项目要挑选其中最合适的方法 那法无定法要选出自己最恰当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会去考虑一下 有没有另类的多样化的方法 其中哪个方法是最好 那当我们方法多样化以后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怎么去选择最好的方法 今天我们要去考虑这东西 那这个选择的过程 按照我自己制定的一个术语 就叫做Pen-Based Translation 我把它叫做方案翻译法 如果大家对这个想了解的话 那么最后就看这个Pen-Based Translation 最后有一页是References 就是文献 我在上面罗列了我在这方面 或者一些相关的发表 论文那都能 那你可以查到 什么叫做方案翻译法 现在进入主题 但我这人是很拖拉的人 很慢的进入主题 进入主题以后 你们就看到像街边的江湖卖药的人 吆喝了半天还没进入主题 我现在说进入主题还没进入 因为有一些问题 我们要热身的问题 要去考虑一下 一个外来的影片 比如说美剧 现在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状况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是用配音呢 还是配字幕呢 还是原声 不配音 不配字幕等等 大家觉得我们中国的惯例是什么 配音 配字幕 在电影院一般都是配音配字幕 对不对 我也发现 好像偶尔有些电影院 有原音播放的现在 但是比较少 比方说最近进的是什么电影 加勒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 或者 类似 可能大多数都是配音配字幕 偶尔会有一些是 不配音不配字幕 实际上各个国家的规矩不同 比如说法国 基本上是不配音不配字幕 但是它会出现一种情况 有人在电影院里头 现场给你用法语 给你一些提示 或者现场打出一些 很简练的字幕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做法 比如说电视台 央视 央视是一个什么规律 比如说央视现在播放每句 万一播放每句的话 配音 配字幕 实际上绝望嘱咐 就是又配音又配字幕 为什么 第一 照顾大众 第二 这是广宣部的规定 好像 后来 现在每句播放比较少了 是吗 一个原因是 我们自己的各种剧 丰富起来了 选择多了 据说中国现在每年制造 五千个小时的电视剧 但其中只有两三千个小时电视剧 有机会播放 我们自己已经 更丰富了起来 第二 我们好像对 这个美剧限制也多了 起码是不能在 黄金时间去播放它了 要播放的话 也要规定是要配音和配字幕 肯定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澳洲的电视台 主流电视台 我们说实话 回到中国很丰富 澳洲就比较单一了 为什么 年轻人都不看电视了 所以这是一个消亡的行业 实际上 但是澳洲还有 基本上全国都只有四个台 我们叫Channel 2 Channel 7 Channel 9 它在每个省 都是用这个频道 另外还有一个Channel 我们叫SBS 它就是少数民族的台 什么叫少数民族 就那边有中国人 它要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有西班牙人 它就满足西班牙人的需要 它就每天的时间 就分割成各种语言的时间 也会播放中国的剧目 比如说最近 比较火的就是 《非诚勿扰》 那实际上是 中国文化输出 电视输出 最成功的一个节目 比如说 那个是要花钱买的 要SBS向江苏台 还会花钱买的 然后他没钱买了 他就 哎呀我们今年暂停了 那马上就会有观众 不仅仅是华人观众 包括本地观众 他也会去写信说 请你继续播放 没钱的话 要不要我们捐款 你不播放我就活不下去了 类似的就会有了 不过说起来 这是一个翻译比较好的 它基本上不配音 只配字幕 但也是挺好的 他给我一个什么启发 我也说了我们中国文化外溢增强 当中国真正强大的时候 当中国文化真正丰富以后 你怎么翻译 好不好 甚至你不翻译 人家都会接受 所以 与其说我们非要翻译 还不如想 我们怎么把中国文化做大做强 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我觉得非诚勿扰 做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 绝望嘱咐本身 这个节目是2005年 2006年引入中国的 而且在美国现在已经 制作到第七第八季了 好像已经挺多了 对于现在做的很多大学生来讲 我相信这已经是一个老节目 古董了 我估计你们都不看了吧 你们现在看的话 我估计都是 最近在看什么 在看什么 什么 权力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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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实际上十年以后已经古董了 这也说明什么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不是我不明白 而是变化太快 所以呢 为了我们这个讲座顺利成功 我们来回顾一下 关于这个剧的问题 那我说一下 2005年我们回想一下 中国进步是很快的一个国家 2005年在我们现在来看 是古代 现在你们在网上通过优客 爱奇艺 已经给或者搜狐 或者人人 还有这个什么快播网之类 可以看任何东西 2005 06年 中国人接触美剧的机会还是不多 起码没有各种的网络去接触 当时电视是最主流 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所以当时美剧进入中国 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记得如果更古老的时候 大概八二八三年 当时中国第一次引进 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 那那个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每天晚上一播放加里森敢死队 那就大家都在家里呆着了 什么都不做 后来中央领导人发现 不对啊 你们都去关心加里森敢死队 不关心我们的改革开放 后来就逐渐就减少了引进 一直到2005年 央视宣称 我们要第一次原本引入 绝望祝福 而且他承诺 不比美国慢 他就是在美国这个季度 比如说第一季 他结束以前 他说我就要开始播放 《绝望祝福》的第一集 而且他承诺 不减不删不改 一字不减 一秒钟不三 然后他承诺我要用最好的翻译的力量 包括中国电影 当时央视已经感受到地方卫星台的这种挑战 他已经大量的造成他的观众流失了 那央视是中央的喉舌 你不能说你号称央视 但是你没把握住观众 所以他需要靠一些剧来把握住观众 来夺回观众 这就是他的一个拳头的产品 他是志在必得 非要成功 那我铺垫完以后 我问大家 你们通过我的铺垫去猜测一下 成不成功 不成功 被我的铺垫引导了 他最后这个一字片失败 实际上确实失败 比如说最近的人民的名义 按照你们了解他的收视率是多少 据说平均百分之七到八左右 哪个台播放的 湖南卫视主播对不对 首播 然后据说湖南卫视还挣了很多钱 他用两亿买的 然后卖给各个省台开放的去播放 他卖了五亿 所以实际上他是一本二点五粒 所以回报率是很高 你在一年以内 你可以回报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挺高的 央视这个节目绝望主播在中国播出 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他的收视率 你们猜在多少左右 他用黄金时间去播放 他引进的是当时美国最轰动的 巨幕 然后他用的是最好的翻译班子 去翻译 他的收视率 在各省大概平均是百分之0.5%左右 最好的几个城市 可能包括南京 还有合肥等等 可能最高是百分之一到1.5%左右 实际上现在各个台 你能达到百分之一也就成功了 基本上达不到百分之0.5% 达不到百分之1 领导就会跟你说 这个节目我们停播了 但是对于央视来讲 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因为他倾注了巨大的财力 人力资源 然后他希望靠这个去夺回观众市场 实际上 05年就是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 安徽卫视 还有四川卫视和浙江卫视 风起云涌的年代 如果你当时没有用那么大的投入 拿不回百分之二的这个百分之三的 这种观众率的话 那就失败了 那最后证明他就失败了 如果失败 领导肯定要追究责任了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两天 相信大家在微信上看到了浙江大学 庆祝校庆的那个翻译 就在微信上 像野火蔓延一样 大家都得调侃 批评取笑浙江大学的翻译 那你想 央视也一样啊 央视你做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项目 结果最后收视率很低 那肯定要追究责任啊 你们猜大家怪罪谁 翻译 翻译 这就是翻译很不信的时候 翻译 很重要 没你不行 但是 出点差错 翻译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但我不是说浙江大学这回事 他这个翻译是真正的罪人 但央视这个作品 最后翻译成了替罪羊 大家就拼命的去 大家都在指责说他翻译不好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社会对这个 《遜汉记》翻译的指责 也启发了我 引导我去做这个项目 我做这个项目的结果 结论 今天时间很少 不能一一 详细的去讲 但我基本上的讲 基本上我总结一下 就是有几方面责任 翻译责任是其中之一 但最主要的 还是央视本身的责任 等一下我讲翻译的问题 我先说央视和这个社会的问题 通过说这个 我也希望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 什么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就是没有统一的 独一的标准 什么意思 也没有统一的界限 这也是对大家一个提醒 假设你说我学英语 我将来的范板 我将来的事业发展就在英语上面 那你肯定已经被误讨了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杂交的时代 一种跨界的时代 一种界限 崩溃的时代 以前只有一种东西 每人一辈子做叫做十年磨一剑 你现在可能一年磨十剑 而且你今年要进入的形式 像现在你们这一代学 我看着你们非常幸战落后 为什么我会一辈子去追求一样东西 你们这一辈子 可能要追求很多样东西 否则你就没有犯了 比方说澳洲有一个统计 日本没有这个统计 我这一代人和我的父辈 父辈那一代人 他一辈子只做一个职业就行了 到了你们这一代 澳洲现在的统计 是一个人一辈子 如果你想工作的话 你要换六分职业 如果你属于最不幸的 没有技能的人的话 你可能要换十五分职业 十五分工作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从你二十岁左右 到六十岁左右退休 四十年 你平均两年要换一个职业 一个工作 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时间 意思是什么 界限垮了 你可能学的是医学 你出来是干的另外一样 你可能学的是英语 你可能干的是翻译 你可能是要干的翻译 但是你可能考虑的要 远远超出你翻译的界限 你可能要考虑媒体 要考虑受众 要考虑领导 要考虑制度 要考虑你使用的工具等等 你可能要考虑其他的行业 所以我尽量提醒你一点 央视他以为自己做的是电视 他以为自己只涉及美剧的影迹 播放和翻译 实际上他忽视了很多环节 他忽视了这个目标观众的需求 比方说05年他引落这个剧目 他觉得这个是美国很轰动 家喻户晓的一个节目 我来到中国也会家喻户晓 Who knows 不一定美国成功 中国就成功 再一个 不一定美国人关心的东西 中国人就关心 假设以这个主题为例 主妇 在05年前后 中国几乎就没有这种家庭主妇的概念 我们中国都是双职工 我们中国都是双职工 对不对 你美国一个很优越的一个 我们叫sava 卫星城 一个sava 饮食无忧的情况下 家庭主妇的家里的一些生活 然后饮食无忧 生计很有保障的情况下 你非常绝望 为什么绝望 这不是中国人关心的东西 其次 美国人把电视 视作一种什么样的工具 或者媒体呢 他给他最关键的几个词 我说一下 一个叫做live 一个叫做continuous 一个叫real 活生生的 比较真实的 比较社会性的 而且是延续的 表现在他的电视上 他基本上就每周一集两集 去表现美国人的故事 他就很可以很容易进入到美国关注 美国关注的生活里头 美国关注就很容易去带入进去 就觉得这个主角 这周干了什么事 下周干了什么事 他通过十周二十周去看这个节目 就像跟这个主角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头一样 央视播放这个节目 央视播放这个节目怎么播放 他把它一天 从八点钟播放到晚上十二点钟 一星期全部播放完 那你就破坏了美国电视的real 这种活 这种真实 这种life 这种活生生的感觉 这种continuous的感觉 人家的故事是一步步发生的 你让这些故事都变成了 所谓的精品 在五天晚上发生 结束了 结果 假设中国人想去过美国人生活 慢吞吞的生活 在五天就结束了 而且 你想什么人会对美国祖父 这种青年 这种 生活有保障 饮食无忧的这种中年祖父感兴趣 但你可以想想 应该是中国的男观众 不会感兴趣了吧 首先 第二点 小孩子不会感兴趣了吧 老人家不会感兴趣了吧 还有我们中国有很多反美人士 也不会感兴趣了吧 我们中国生活在工厂 农村的打工仔 农民也不会感兴趣了吧 那你的目标观众 只有在大城市的白领 女性 对不对 是剩下这对人 那中国的白领女性 可能在深圳 上海 北京比较多 广州比较多 问题是这些人都承受了 无信的压力 白天打工挣钱 晚上相夫教子 还要出去卡拉OK 还要出去洗脚 还要出去应酬 到四川要搓麻将 我怎么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不睡觉 白天都够累了 我还需要休息 还需要社交 还需要应酬 怎么去花四五个小时 去看你的剧 所以 他的失败是一种系统工程 是一个系统的失败 我今天就不去分析他的社会性的失败 只分析他的翻译失败 在分析以前 我们先看看其中的一个段落 这个可以打开吧 这个可以打开吧 先看看 大家看看这是央视的翻译 我叫玛丽丝 如果你看过今早的报纸 想必已经读到那篇文章 里面讲述了上周我所经历的 最不平凡的一篇 我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但这一切都在上周四口面 来了 当然 最初一切看起来很正常的 我为家人准备了早餐 整理了家内食物 完成了我的经历 经历了日常分布 实际上 我和网站一样 平静享受的这一篇 修饰着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直至尽善尽来 然而 令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是 我从走廊的储藏室里 取出了那支 从未使用过的做我的手枪 第一个发现的是我的邻居 Masha胡佛太太 他被隔壁传来的巨像 下了一大跳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开始寻找我的礼物 一边能够护期而至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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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 他决定了把六个月前 借的椅子打着钱 我们就看一小段就行 只是感受一下有个感觉就行 这个是刚才一段翻译的原文 能看见我要不要放大一点 我们看其中一段放大一点 My name is Mary Alice Young When you read this morning's paper you may come across an article about the unusual day I had last week Normally there is never anything newsworthy about my life That all changed last Thursday of course everything seemed as normal at first I make my preference for my family 这是其中一个祖父讲的一段话 你们刚才听到了他的翻译 我先问一下 先问几个问题 你们对刚才的配音和字幕满意吗 不满意在什么方面 我先说一下 搞翻译评论的人 一般都是落井下石 我就很乐于做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在微信上 传浙江大学校庆的 也是跟我有同好 喜欢落井下石 我们现在一起来 过一个狂欢节 一起来落井下石 批挺一下央视的翻译 刚才那个不满意在什么地方 假设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 刚才的那个片段 我现在已经读到那篇文章 里面讲述了上周我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一天 我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但这一切都在上周四改变了 对什么东西不满意 什么 配音枪 配音枪 什么叫配音枪 太中国式 太中国式 但中国式本身不是一个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 反映他最近我要本土化 你如果去问华为这种腾讯 你问他们 他们觉得成功经验是本土化 我要做得让老百姓用起来得心应手 那么本土化很关键 所以其实说配音枪 异枪有道理 但是要想想我怎么可以把他说得更符合道理 更有利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不喜欢 男老师 男学生的老师 年轻的老师 我觉得可能说他的语题不一样 这个太正式了 太书面化了 太书面化了 是吗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 我们在讨论一样东西 实际上跟翻译本身有关 也和翻译本身无关 可能跟体材有关了 跟style有关了 跟刚才说的一种腔调有关了 所以我们已经在超出语言本身 非常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没有绝望的感觉是吗 那种感觉没到位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 从technical speaking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那么我来讲讲我的想法 真要落井下石 要去有效的踩人 一定要有很好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经常说 中国人说他踩我 他踩在我的肩膀上 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启发 你要找到一个梯子爬上去 才能有效的踩他 所以我去搞这个研究 我想我去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踩他 我去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去系统性的批评他 等一下我会提到 我会用到一个经济 最基本的经济性的原理 这也是我们说的跨学科 也是我们说的后现代 但我们说的翻译 很可能不仅仅是翻译 很可能是一种经济性的思维的方法 您刚才有话想说是吗 我看你想举手 一边说我没有举手 一边举手 没头发音 OK 那我问下一个问题 挑战一下现场 如果有同学事先做了这个练习 翻译了这一段话 或者你现在尝试一下 有没有同学敢于举手 或同事朋友举手说 我翻的比这个好 刚才他的翻译 要把我找出他的翻译的汉字版 我找给你们看一看 我看一看我有没有 有没有朋友 认为 我的翻译比他更好 这是他的翻译 有没有朋友 事先尝试了一下 和这个不同的 那勇敢地站起来 告诉我你怎么翻译的 有没有人 或者有没有人马上看 一边看一边觉得 这个是我给你们看他的原文 有没有谁认为我翻得比他要好 有没有 这个是他的译文 我先说一下我对翻译最基本的理解 我对翻译的常规是持批判态度的 一般人搞翻译 强调的是信打压 强调的是忠实准确 强调的是不增不加不三不减不改 原样呈现 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没有挑选的 生单硬套 在我看来 聪明的翻译是知道 我给谁翻 为什么翻 翻什么东西 要达到什么效果 要使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效果 简而言之就是英语 通这个传播理论里头的5Ws What How When What for 等等 And who 谁翻 被谁翻 我还相信一点 这个世界 越来越 多元化 包括多余化 包括中国的国民 外语水平越来越高 包括比如说我是央视的话 我去做这个项目 我会把它定位成中国的白领女性 那么我首先会想到中国白领女性 很多都是受到了高等教育 良好的语言教育 有非常宽广的世界 出过国 读过外语 留过学 在国际公司里打工等等 他们会有最基本的水平 我就不会生搬硬套 照样一字不增 一字不减 一字不散 一字不改 地去翻译 因为那样子来讲 我觉得我是低估了目标观众的能力 千万不要低估观众的能力 这是我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还相信另外一点 我在其他一些讲座 我要专门讲到就是一个概念叫 Democratization of meaning 或者Co-authorship of translation 或者Co-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任何一个文本的制造 包括翻译 不是我们译者单独完成的 是跟读者一起完成的 甚至我会 比如说刚才曾院长介绍 我开发的一个新的翻译模式 叫做Live Translation 我把它如果用常人语言 叫做翻译活生生 如果用翻译理论来讲 我把它叫做行动翻译 或者动画翻译 为什么 你要想方色话 让观众参与进来 一起来进行这种Co-authorship 一种意义的生成的过程 和欣赏的过程 和享受的过程 要想这个办法 但是在我看来 很多做翻译的童人 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再说下去 我还要说 最好的翻译 是有个性的翻译 中国人有句古言叫做 此鸟不飞则已 依飞冲天 不鸣则已 依宁今日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太庞大了 中国人口太多了 14亿人 中国搞翻译 每年招生量就8000人 中国的翻译 数不胜数 你怎么可以脱颖而出 你靠忠实准确是很难的 这是一个讲究个性的时代 当江苏卫视 湖南卫视 安徽卫视 浙江卫视 拼命在打造自己的卫星台 个性的时候 央视 忠实准确的翻译 是不可能成功的 还有一点 当观众的外语水平都很好的时候 翻译最好的作用 最重要的作用 在我看 我给他另外一个数据 叫Gap Filler 什么叫Gap Filler 就是这个世界出现什么空缺 缺陷 缺陷 一个Gap Filler 一个缝隙的时候 我补充了它就行了 换言之 当中国读者观众 对外语已经有了解的时候 你每字必翻 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中国观众的欣赏的这种体验 而是给它增加了信息负担 这个世界信息爆炸的情况下 当你不断地做出越来越多的文字的时候 你只是增加了信息的这种量 没有增加它的有效的传播度 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翻译 你是个Gap Filler 需要什么 你提供什么 某种信息需要 你就提供这个信息 某种语体 风格需要 你就提供这个语体 这就是我前面说到法国的 它叫 Live Interpreting 什么叫 就是我刚才说 电影院里头有人 到了观念里的时候 把其中的部分的术语或者东西 用现代讲给你听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Gap Filler 你看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的头脑 去思考整个过程 该做的做 不该做的不做 或者换言之 投入最小话 去谋取 回报 最大话 在做到这个效果的同时 或者前提 要定位观众 要清楚地定位 谁是你的目标观众 同时 当你在做一种 有选择的翻译的时候 会出现风险 会出现成本 什么叫风险 如果这样子做 观众不满意怎么办 领导不满意怎么办 客户不满意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英语的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 Risk Management 它基本的假设和前提就是 这个事件 你不承担风险 你就没有机会 你就没有回报 但是你要承担风险 你要去控制风险 要风险和成本最小化 以获得效果的最大化 我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 用把它视作我的一个台阶一个梯子 去批评这个作品 去批评这个作品的翻译以后 那你就要系统地找出它的数据 批评一个东西 比方说 我们在用哲 很不幸浙江大学成为我们今天调侃的对象 它的那个校庆的那个翻译 应该让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只是调侃它一个错误的话 你可能会显得比较的狭隘 或者比较的不厚道 太残忍了一点 不够厚道 或者缺乏根据 那么意思就是 你要对它进行一种系统的分析 所以呢 从我的出发点 使用我的方法 我去对这个剧本做 对这个意志剧做分析的时候 我就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视角去专门找它的各种错误 然后把它分门别类 我把它归类成四种问题 下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找出来的四种问题 当我为每一种都找出了很多例证的时候 那么我对它的批评就成立了 当我只能找到一个例证的时候 我的批评是偏颇 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我给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这是我找出来的四种问题和各种例证 第一个 这是我对 也是我对传统的翻译惯例的一个提示 我们太面面俱到 太讲究 它就忠实准确完整了 忠实准确完整了 就每一样东西 我看到每一点信息都要把它翻译过来以后 它的趋势和倾向性 就变成一种非常 maximalist 什么叫maximalist 它造成一种效果 非常maximalist 当你面面俱到的时候 什么你都翻译过来以后 它就是面面俱到的一种效果 就是一种非常臃肿 冗长 先告诉一下 maximalist是什么词的反译词 minimalist 简约主义 而且你会发现 现在这个世界 时髦的 大家追求的是简约 你去看这个 艺术的先锋国家 包括法国 西班牙 包括一些城市 伦敦等等 人家都很追求minimalist 为什么追求minimalist 这也是我翻译的一个 经常要提倡的一个概念 就是 当你作者 当你意者做得越少 你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越大 我举个例子 孤藤老树昏压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断肠人在天涯 西洋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叫马什么 阿治亚的一首词 你看他这里 全部都是把名词挪列在一起 就那么几十个字 让人有无限的遐想 当你把一个句子写得面面俱到以后 你给人没有联想 狭想幻想的空间 没有想象的空间 我举个例子 文革时候的语言 叫做阶级斗争 年年讲 天天讲 月月讲 日日讲 他把这个东西限定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以后 你就会发现 读者没有想象空间 我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里 年年讲 每年都要讲 月月讲 天天讲 日日讲 他把说话说得太全了 太完整了 你就没有想象空间 这个就是这个翻译的问题 他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对观众有什么影响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原文 My name is Mary Alice Young 这个是中文的我的拼音写法 用字母写 我的名字叫 这个是什么 大家猜一猜 音频 音频 我把它输入到了音频里头 把它播放出来 把这一段话给截取了出来 大家看一看两段音频 有什么 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 什么 翻译出来以后 信息量就显得太大了 太大了 太平凡了 太快了 然后太多了 太什么什么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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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给他起一个 你做学术到最后你要给他 加上一个自己的概念 一个总结 实际上做学术最后就是conceptual 看你能在conceptual上多么精确 那我给他加上一个词 叫做maximalist 你看他这个相比之下 这个 如果你去概括他一下 就显得比较的婉约 对不对 比较蔓延 比较轻松 比较舒缓 这个你就看看他 对不对 对于观众会有什么效果 可能你刚开始八点多黄年时代刚开始的人 说我看还能补助 你在讲什么 你在看什么 等到十点钟了 想想我白点一个钟 早上八点钟干到了下午五点钟 如果我在一个会计事务所 我还要加班加到九点钟 回到家里看十点钟的电视 然后我中间呢 我在北京生活 我还要坐地铁坐一个半小时 才到通舟 不要想象每个人都像黏阳人一样幸福 很多大城市都是要坐地铁坐汽车赶很久的路才到家 还要快快的吃完晚饭去看这个 然后去听见你在那里不是在讲话是在吵架 你不是在用我们常态的语速去讲话 而是很快的 对观众来讲不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压力的延缓 白天辛苦回家看电视继续辛苦 再一个 你看 你除了音频还像没有字幕 哎呀这个 本来看电视是一种享受 一种业余的生活的内容 又把它转变成一种体力劳动 对不对 作为观众来讲不好 那么解决方法就是简约化 有选择能把它翻得更简约一点 那我就不 今天时间有限就不讲这个翻译效果简约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第二个特点 有啥反啥 一字不漏 还要翻得非常的逻辑化 那你要逻辑化的话 还有什么叫逻辑化 就是要非常的语法性 英语是什么 我要把它语法一番出来 My name is Mary Alice Young 我翻张 我叫玛丽艾丽丝扬 这艾丽丝对中文一点用词都对 就是一个中名 连美国人都不用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要把它翻译成 我叫玛丽艾丽丝扬 直接我叫玛丽不就挺好 对不对 或者我叫玛丽扬 我叫杨玛丽都行 为什么要加上艾丽丝呢 你少了艾丽丝就少了三个音级 就少了一点这个 跳风的音频 这个如果是什么是英语的 你看过 什么叫看过 叫perfect tense 或者past tense you may come across 因 所以要把这个妹给翻译过来 想必已经看到了 第一 你翻得太完整了 太累人了 第二 你太逻辑化了 这是一个电视 第三 你太低估了观众 判断 实际上 我跟大家说 中国的语言 不是一个语法性的语言 中国的语言被很多人叫做 叫analytical language 就像我刚才说的 孤藤老树婚丫 你把孤藤老树婚丫摆在那里 读者自动就会把意思给解读进去 他就会自动的就会想象 在一个偏地的山林里有一片孤藤 孤藤里头有几个老树 老树上还站着一个婚丫 你没有必要把人家想象的东西 都给人家造一字一句给讲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太过逻辑化 太过语法化 很不好 包括该保留的他都保留了 实际上不该保留的他也保留 不好 第三个 第三个有点少而不易 如果这里有没有十八岁以下的小同学 关系到这个 他太讲究清洁了 我觉得经常 我觉得现在人人翻译上的人翻译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同龄人给同龄人翻译 他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情况 我想生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院的那些人 他不知道这个社会 他觉得这个社会还很纯洁很清洁很单一 实际上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丰富多产了 什么人都有了 即使不合法也存在了 即使不合法大家也都知道了 你就没有必要去结化 比如说把sex它非要一层爱情生活 它要把love life非要一层不敢一层爱情生活 就一层感情生活 再把这个floating一层说话 实际上你看 实际上它养成了一个规则 什么叫规则 它总要互退一步 当你讲到sex的时候 它不会一层说话 它会一层爱情生活 真到了爱情生活 待会把你再推一步 就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要把你拉回来 当你说到爱情生活 感情生活 我又把你 实际上floating就是感情生活 我要再把你拉 再拉一点 叫做说话 就我非要想通设法 把你有味道的东西改成没有味道 就像我来四川吃饭 我非要吃的淡一点 就这个感觉 问题我吃淡一点 就会影响到四川人民的感受 四川人民就是要吃的咸一点 那一碟甜一点 对不对 刚才有同学讲到翻译腔 实际上 它用的翻译腔也太多了 包括用成语太多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修词学得好 你的翻译功能就好 修词可以玩弄一下 特别如果反过来有一天 如果有机会我们去讲中英翻译的话 我还要讲这件事 修词汉语 你在帮你的领导的导王 你要把领导的话 不要翻成英语的修词的话 成语的话 你就帮那个导王 我说 三年两年不多说 修词的成语 在汉语和我们的语言背景里头 气氛里头 有崇高的地位 因为它有历史典故 有什么 但是类似修词 在西方语言里头 被视作是儿童的语言 西大大一讲话 你把它译成了成语 你要说 怎么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讲话像儿童一样 不好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过重看重修词 不要过重看重翻译墙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不讲那么多 那我刚才就把四个最主要的原因给讲过 四个主要的体现 我先总结一下 实际上 采人是一种充满乐趣的活动 就像大家都在采浙江翻译 浙江大学的翻译一样 让我去采一采 批评一下央视的翻译 也是充满乐趣 但是 重要的一点 你要建立自己的思路 我刚才说的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一个思维 我用经济学的理论 远比翻译理论更加完善 更加合理 我用经济的理论去探讨翻译 人家追求的是简单 你追求的是复杂 人家追求的是选择 你追求的是不选择 我就可以来批评 所以第一是找到一个思路和方法 第二 你要去采取 真实的 所谓田野工作 或者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工作 你把它看一遍 把它的典型的错误给找出来 然后分门归类 按照你的思路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最后你总结出来 这个央视的翻译 在社会原因上造成有多少问题 在翻译本身有多少问题 有些失败我归咎于央视本身的决策 有些失败我归咎于社会的什么东西 有些失败我归咎于这个翻译本身 而翻译本身里头 它的失败有分多少种类 这样子做完以后 你就会做出一个很像样的调查 或者课题 你就会有可能写出一个很像样的论文 你就有可能会发表出去 实际上最后这篇文章是发表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这个地方 2008这个 The Time of the Desperate Housewives 这个是一个SSCI的杂志 一个论文学看 那基本上 你看我今天 把一个作品的翻译给批评了一遍 然后也把我的思路和我的研究的方法找了一遍 希望可以达到一些交流的效果 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这样子 然后我想一下大家还有问题 我要讲的基本上讲 还有一些内容呢 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看PVD 要讲我今天一天都讲不完 但在PVD上面有 有没有问题先说 那位同男同学 我主要想问一下那个字幕那个 因为字幕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一种转换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大家不用把它背得做 跟第一人同时 对 如果我再讲 举个例子 就像刚才那个翻译 我试着用另一个角度来切 它 就说 在那个视频底下 放一个小方框 然后里面打上一段字 字的内容是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在抱怨她的生活 她觉得她的生活无聊极了 但是在周四的时候 这一切都变了 这个女人上了暴行 然后她就自杀了 就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文本来解读这部电影的话 那翻译其实也可以做到另一个程度 实际上你的做法 我先说吧 你的做法已经在做一个选择了 我刚才批评的是那个没有选择照搬那种翻译 你这个倾向已经非常好了 那么我 你是研究生吗 还老师 大神 大神 那么我鼓励你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做一个选题 一个课题 你把它做出来 去找一个新的视频 也按照你的想法把它做一段出来 然后播放给观众去看 然后去探讨你这种做法的效果 你很可能就做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我觉得你已经有选择了 我的评价就是你已经开始做一种选择了 你要想一想用什么方法去支撑你的选择 我在我的教学工作里头有一个环节叫justification 我为什么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有什么效果 这种做法跟标准做法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这个做法比它更合理 不知道我的反馈有没有用 很无奈地说 好吧 可以 有没有其他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在启发你开始思考 我怎么换一种方法 人家说换一种活法换一种逆法 那你今天的效果就达到了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最后我的同学 你可能要喊了 就是要 filters and backgrounds 没有其他问题 我也建议管 你知道我能够吃到这样的一碗吗 我还能够给你一个标准的字 对不起 我们这个镜头有点像《非诚勿扰》的感觉 我们刚才说到5Ws 其实有一个what 你可以把它改成what taste 什么文本 关键的 人家说聪明人不是说我啥都做 而是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有选择 假设一个文学的创意型的文本 我们的选择空间会大得多 但是当你事关公正生命的时候 可能执意 造译 更加合适 那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假设我进了 法庭做翻译 要这个证据 关系到这个人的生死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 忠实准确的翻译 但是我还是会选择 不要加上我自己的语法的标记 比方说什么 你一定可能之类的 这些少一点 但如果是非诚勿扰这些 我可能会活一点 假设一道要牛 那我说到另外一点 医药要牛 当你选择性翻译 和造翻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个 造译 那么我告诉你 我可能两个都不选择 你猜我会选择什么 我用原词 我用原词 为什么要翻译呢 因为这个原词是最保险的 而且我要相信医生是认得这个 只要这个医生或这个药剂师 他是真正通过了标准的训练 科班训练的 他一定会认得 这Penicillin是什么 比如Penicillin 我可以医生抑郁 也可以医生抗生药 也可以医生排泥西林 也可以不医 医生Penicillin 那我就选择第三药 我连医有不医 直接放上去 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 那请您灭灯了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就是那个做事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吧 我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法 因为我之前考那个 第一次考研究生的时候 我考的就是影视翻译和字幕翻译 所以从今天讲的东西来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单就字幕翻译和影视翻译的话 可能更好风趣一点 你讲的一些经济的节省原则 那是因为字幕 就是打上去的一针 它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 就是 就是像外国人他说话 他的口评 要跟中文打盘出的字幕要对应起来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频率啊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从字幕那方面来解释 这样会需要更好的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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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给一个回馈 我觉得最好的教学 最好的分享的讲座 不是说你们回去 把我的说法带回去死记硬背 而是我的讲座可以激发你 提出更多的问题 有更多的想法 我想那位男同学 那位女同学 和你这三位同学的问题 给我 让我想到你们都是很 有希望的学生 因为你们都在提出 我说的是真话 我的不是生 我的要求不是你解决了什么难题 而是你通过你的研究 想出了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 谢谢你给了我另外一个机会 去再踩央视翻译一脚 有些规矩 包括技术规格 不能升班硬套 我举个例子 大家数一数这个字有多少 基本上 这个字 二四六八十十二的 十二个字 十二个characters 它里面有多少个词 有多少个word 十二个characters 有多少个词 但一个词 这一个词 一切一个词 都一个词 再一个词 上一个词 周四一个词 改变一个词 改变一个词 了一个词 一共十二个字 有九个词 对不对 十二个字 十二个字 有九个词 对不对 十二个characters 如果按照音节来讲比较多 按照词来讲 按照词来讲 是十五个 假设一夜上电 一夜上电 出现五个词 十四个字 对于很多观众来讲 是一目了然的 但当你一夜上面 字幕出现了九个词的话 读起来就要费力了 那我告诉大家 我统计了一下 这个抑制篇 最厉害的一夜 是二十四个字 汉字 这二十四个字 按照我们汉语 一般规律来讲 里头拥有的词 大概十五到二十个词 你想央视的 它用的这个 中央电影支援厂 抑制厂 它为什么会放 二十四个字上去 因为它用的是 一个国际惯例 一夜里头 不要超过二十四个字 但二十四个字 二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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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就刚好是五个词左右 所以有些技术规律 是不能深翻用透的 所以如果让我翻译 我不会去追究 这个我们叫 Lig Synchronization 这个对存 对存 我不会追求 这个对存 口型 口型 同步 我不追求 这个 当你追求口型 同步 就像我追求这个字数 同 照应如样 你会 无意中 会给 造成一些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就是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你控制不了的效果 就包括 比如说 这个字 会出现 哇 看上去太累了 一夜 每一个 它的字幕 会达到 九个到十五个 汉语词 那就太累了 所以我不会太追求 不会太追求 Lig Synchronization 不知道 我也会答这个问题 我在努力过程中 那位男同学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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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翻译吧 无论中国 还是那种 都州 还是美国 英国 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业规范 就是说 做翻译的时候 如何才能保证信息不流失 如何才能保证信息准确 每个数字要怎么翻译 之类的 但是这个规定 就和我们现实的翻译 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就和今天的 这段时候讲的东西有区别 我们平常做的翻译 有的时候不适合 那些规则制定者 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大人物 他们很熟悉翻译的具体情况 他们面对着复杂的翻译的市场 复杂的翻译的现实 他们为什么还要制定那样的规则 他们对自己的规则的适用性 有没有意识到 有没有对自己的规则适用性的 做一个限度 或者提醒说明 对于您说的规则 我觉得有三个我的回复 或者反馈 第一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不太好说 但我还是说 我是一个中国来讲 我们的传统 儒家比较多 什么叫儒家 就像我举电影大师的例子 那个陈什么 我拍那个 陈凯哥 张艺谋 他们开始的时候是 道家出身 最后变成了儒家 他们现在拍电影做节目 就告诉你该怎么生活 这就是儒家 我希望我一辈子都能保持一个 什么叫道家 什么叫道家 我就在不断的去创新 创立新规则 就是我刚才说的法无定法 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会成为现在的张艺谋 或者陈凯哥 因为王小波也说过这句话 中国两类学者 一类学者就不断的告诉别人怎么生活 一类学者就不断的去认识世界 那我就宁愿做一不断的认识世界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像我刚才回复那位女同学说的 规则的遵循和打托 是有选择性的 在法律 医学方面 因为我对公正 道义和生命的尊重和追求 我选择去遵守规则 我也知道如果不选择规则 不选择遵循规则的话 后果严重 比方说会造成一个人误判 造成我的良心失衡 或者造成我自己最后被追究责任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追求规则 服从规则 在创意型的方面 我选择 采取另外一个态度 规则就是拿来创新的 破坏的 叫做破旧利息 第三个反馈 我希望你和我 我们都努力 各自努力 成为那种位高权重的人 由我们将来去制定新的规则 希望将来也会制定新的规则 这个世界就是在不断的灰尘出新的过程中进入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时间保费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看电影 或者在看美剧的时候 经常遇到一些背景文化 所以我们的背景文化相处复的问题 特别是说在宗教和一些特殊领域 比如说我们家有一部系列片 叫美国海军部战队 他给这一支部队命名就叫Jarhead 我们通过直译的话 这个名字就叫波盖头 但是很明显 如果把这个 如果把这个 波盖头这三个字放进去的话 明显观众是不理解的 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些国语版本的 他直接说出来波盖头这三个字 那很明显 那观众完全不理解 这波盖头什么意思 你放在美语的环境中 大家都知道Jarhead是什么东西 在中文就不一定理解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发现 他会在这个电影上 下半部分是字幕 但在上面加一个注解 很明显这个注解 我们大家都没有时间去看 他注解也只有1到2秒钟的时间 一闪不过 但是他上面的字很有可能 甚至长的时候注意了一下 有时候会达到三十个字左右 没有时间去看这个视频 无疑中 如果给我们在看电影 欢迎的过程中 增加了一些压力 所以就是这个 中间怎么去权衡这个问题 才是说通过翻译的方法来解决 就是一直 一直来我的体验 或者 我先说一点 我个人的态度 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视作万能的钥匙 去解决一切问题 我又引用道家一句话 世上是 了由未了 何妨你不了了 当你想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 你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而且吃力不讨好 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不能低估观众的 鉴赏能力 理解能力和创造力 不能轻而易举的判断 观众理解不了锅盖头 也不能就认为 没有比锅盖头更好的翻译 你让我去说 有什么翻译更好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这个 但是呢 我会选择 相信我的观众 而且我也相信 这个信息是一个立体的信息 它这个字幕是出现在那个画面上 画面上是由海军陆战队的 是有一种战争的情形 你无论说它是什么 你说它锅盖头 或者或者狼头 或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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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车头 我相信人家都会理解 只是说你有什么 努力 或者有什么想法 去让你自己的翻译更 有效 更智慧 所以我很强调smart 这个词 要让自己的翻译更加智慧 抱歉 我也给不了更好的翻译 但我在思路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钟老师 今天讲的我感觉同学们的状态最好 感谢你 钟老师 今天听众的状态最好 为什么最好 我觉得中部讲课是很轻松实在 很自然 但是有高度有厚度 既有宏观又有围观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等会我们下午问一下 给我讲一下吧 我一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很多喜欢搞翻译 但是我越来越发现 现在翻译理论也很多 翻译大家也很多 很多人写了很多翻译的理论书 但是现在翻译的文本 为什么我都越来越糟糕 比如说我现在经常每一年 要审这个翻译 MTI的翻译时间报告 别认为 我现在一般就看前面六页是在 很多汉语我看不懂 我后来发现 主要是理解错误 所以现在我很迷茫 这么多理论 这么多翻译的思想 但是文本又这么越来越糟糕 钟老师 这是为什么了 我们下午再探讨 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 通过今天的讲究 大家有所启发 有所生活 既要注重里面的探讨 还是要把里面本事的基本功 打牢吧 我还第二个感谢 我很羡慕这个钟教授 他可以学术修甲之内 因为这次修甲的时候都要半年 半年之内 要去西安 要去贵州 还要去很多地方 真是太羡慕 这种教授 是我中心的追求 但是中心也死不见 再次谢谢周博士 好 谢谢大家